歌手卢广仲所演唱的《刻在我心底》的名字 先后被吴宗憲和网友指控和三首歌曲《部分雷同》 对此向来关心时事话题的创作歌手黄明志 也在脸书表达自己看法 他认为宣伪创作人有受听的歌曲太多 会不自觉被影响到 不过他也说呢 当他们写歌发现旋律很像时 也不会把它写出来 不然要面对法律跟舆论等问题太麻烦了 而针对这一次的风波 黄明志认为这起首歌确实有相同之处 但他认为没有抄袭 至于是否该得奖 就要看该界评审团的想法跟判断标准 黄明志认为吴宗憲并非在批评歌曲有没有抄袭 而是批评为什么让他得奖 他也以整形举例 透露自己不反对整形 也不讨厌整形 甚至认为有些整形的女生很漂亮 但是如果去参加环球小姐还拿到了冠军 那就免不了会有人出来说话 晚张一出不到一天就获得超过2.4万按赞 不少人回应以整形举例 浅显易懂表示认同